10月14日,株洲市卢松区董家段高科园内一处厂房里,静静停着两架直升机。 这是美国罗特威中国总弹力公司落户株洲航空城后出产的首批产品。 记者在湖南罗特威的车间里看到,目前该公司组装生产的罗特威A600型直升机。 零部件全部由美国进口,技师父子按照图纸将上万个零件组装成直升机。 该直升机机型说明显示,该机飞行速度每小时160公里,燃料为97号汽油,油箱最多容纳64升汽油。 在油箱加满的情况下能够飞行两小时,按照目前97号汽油8.06元每升的价格计算,该直升机每公里的燃油成本为1.61元。 目前每架飞机较价118万元,一接到13个订单,客户全国各地都有,但是暂时没有湖南本土的。 ,是啊,是啊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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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